世界十大进养民猫 在这个全民养猫的时代 很多人已经不满足养宠物猫了 为了彰显个性 他们会选择养一些野猫 但其实野猫野性十足 活动量大 并不适合城市环境 更有一些宾威猫种是不允许饲养的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世界十大进养民猫 一 奢利 奢利形状似猫却并非猫 耳间有黑色耸腻醋毛 奢利喜寒长期居在寒冷的高山地带 食物以各种兔类和鸟类为食 曾被人类广泛捕杀 现在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二 狩猫 狩猫就像猎豹的缩小版 皮毛为黄色且不有黑斑 它们主要栖息于各类大草原 食物的涉猎范围也是十分广泛 包括鸟类 鼠类等 三 亚洲金猫 亚洲金猫的听觉很好 是猫类中外耳活动最为灵活的一种 可以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微小声音 仿佛是活雷巴 它因性情胸眼油猛 肉食性又有黄虎之称 四 虎猫 虎猫长期兮于浓密的灌木丛林地带 一身虎皮可以给它们很好的掩护 相反开阔地带就很难寻觅它们的踪迹 它们的视觉十分灵敏 具有夜视能力 常在夜间活动 会以小心不入动物为食 五 沙丘猫 沙丘猫是最小的猫科动物之一 它们鼻子较大 这不仅使它们嗅觉灵敏 而且还有助于锁住水分 另外它们还有一双大大的耳朵 所以它们的听觉也十分发达 但由于受到人类的威胁数量减少 现已被列为近微物种 六 豹猫 豹猫比家猫体型较大 是体型较小的肉食类动物 它们的全齿极为发达 是咬死猎物的最佳利器 由于人类的猎杀息息地缩小等原因 豹猫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异微物种 七 狸猫 狸猫奔跑速度快 跳跃能力极强 甚至能捕捉低飞的鸟 狸猫主食猎齿木和野兔 但它们对食物很挑剔 它们不会吃动物的肋脏 而且还会扒除动物的毛发 避免自己吃到 扒兔孙 兔孙四肢粗短 叫其他猫科动物显得矮胖肥圆了些 它们既能生活在荒漠戈壁 也能生活在林间山地 适应寒冷贫瘠的环境的能力非常强 由于人类乱捕乱杀 目前已被列为近微物种 九 袖斑猫 袖斑猫猫是猫科动物家族中 体型最小的物种之一 体型只有家猫的一半 所以它们行动十分迅速敏捷 现在它们正面临着 栖息地的丧尸和人类捕杀的威胁 但好在印度和斯里兰卡都颁布了 保护袖斑猫猫的法律 数量危机得到缓解 十 荒漠猫 荒漠猫是我国特产动物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 生活在荒漠高地等地带 荒漠猫主要以鼠类 鸟类为食 但由于偷猎 化学毒物及生存环境改变 数量减少 已被我国列为二级珍稀保护动物